小伙伴咱们先玩一把姓氏顺口溜呗 再下离米粒先来 小李小李是条金理 小李小李最讲道理 嗯好了轮到你们来接吧 接受挑战只要成功就能满足所有的愿望 大雄一家为了豪车豪宅也是拼了 万年小学生大雄回身散发着无料的气息 觉得天天考零分回家就睡觉 这日子太无聊空虚了 这么臭不要废字的话 亏你能说得出来 老妈正好送来的铜锣烧 既然这样 小多拉拿出机会制造者 要求增加铜锣烧的数量 这种愿望属于一级挑战 挑战成功就可以得到双倍 小多拉的挑战是 15秒剑球一次性成功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在最后一秒挑战成功 获得了双倍的快乐 大雄瞬间满血复活 想要更多的漫画书 接受了三级挑战 成功就会获得三倍的漫画 失败漫画书就会全部消失 任务师踩在球上停留30秒 为了漫画书 也只好用了头皮上 时间过得格外的漫长 少侠好身手啊 马戏团的招数都用上了 好在赢了挑战 这些漫画书 估计够看几年了吧 尝到甜头的大雄 灯笔子上脸 要代写家庭作业 失败的话 作业就会增加五位 任务师一枪命中 三米开位的招财猫 对于神枪手大雄来说 这不是手拿把掐的事 一个百年不欲的喷屁 毁了挑战 悲剧地雄雄看着这么多作业本 八场得送到村东头的毛坑了吧 楼下的老妈正在发愁 还有一堆衣服要洗 制造者给了个挑战的机会 可以帮着洗衣服 任务是十秒内穿针隐线 女帝老妈一爆发 就轻松完成了挑战 尝到了道具的甜头 鼓励老爸也接受挑战 就能赢得十倍的高级威士忌 这买不合适啊 挑战内容是品酒拆牌子 微醺的老爸自信地给出了错误答案 看着一瓶不舍得喝的威士忌 就这么被倒掉了 心在滴血呀 一家人并没有适可而止 无疑看到了汽车的广告 贪念作祟 想要这台劳斯赖斯 输了家具就被清空 爸妈打起了退堂股 为什么有些男人看起来那么普通 却总是迷之自信呢 铁罕和大雄只看利益不看代价 接受了挑战 任务是三十秒翻出十种花生 巧了不是 小菜一叠呀 在爸妈的紧张注视下 顺利翻出了好几种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还剩最后一个 虽然卡壳了 难道大雄这次又要不该了吗 关键时刻 耍赖弄出个三角形猛虎过关 车子从天而降 世界已经阻止不了这一家子作妖了 还想要一个更大的院子 安排 如果挑战失败 屋顶就会消失 任务是在规定时间内 叠好小山垢的衣服 轮到老妈出场了 千万别小瞧家庭主妇 越低调的女人越不简单啊 老妈你碉堡了开挂了呀 顺利完成了任务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各位看官千万别眨眼 院子瞬间向外扩展 一秒变富翁啊 全家都兴奋了 这么大的院子 房子就显得格格不入 对挑战彻底上瘾了 要赢大豪宅 输了呢 房子就会消失 全家人要一股作气赢下去 老爸接受挑战 高尔夫球一杆进洞 在家人的鼓务加入中 打出了关键一杆 摒气凝神 观众期待下 不是的 挑战失败 微信的小家瞬间消失 一秒回到解放前喽 小多拉只好拿出折叠房 严实搞出个吃饭的地儿 大雄家在这一带 也算是出了名 小伙伴要是你 怎么利用现有的资源 搞为房子呢